大家好,我們這個計畫叫做和圖 那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它想要集結眾人的智慧 然後提出解決之道 那我們都知道我們從318開始 然後生命團體跟各類一體像雨後春春的凡蛋神 所以我們需要整合 那我們希望不要讓這些資訊被核訊 然後讓它可以容易取得 那我們希望讓各個議題可以永續發酵 那我把現在網上很多的必定先舉例給大家知道 像這個是香港媒體的一個社運網站 那其實我們主要focus的內容就只有空間藍色那一塊 其他東西都是讓你分心的排版 那我們面對這麼多議題 我們想要做一個更螢幕了然 然後可以讓資訊更清晰化的一個介面 那所以我們需要更聰明的使用者介面 也不是更多的網站空間 那我們這個是我們UI的Mockup 然後它會長這個樣子 那它每一圈都是一天為單位 那這一天為單位裡面有發生了多少事件 我們都會列上去 那我們可以去說 或是彈開這個事件的標題這樣 那同時我們去點選每一個圓圈 那它同時會跳出對應的議題或者是對應的關鍵字這樣 那我們可以再講這些發生了這麼多事件 然後透過議題分類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比如說我現在看福茂這個議題 那它這個善行區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有多少人失誤指涉在其中 那我們透過關係連結圖也可以清楚的看到 該對象它指涉的範圍有多短 那我們可以去追蹤它的活躍程度這樣 那我們從這一個介面再去切個抖面圖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試鏡的流電 然後它整個的走向這樣 那我們現在其實很需要工程師 因為我們現在有兩三千筆的資料 那如果有更多問題或者是資訊的話 可以上我們的官方網上 然後我們有一個簡單的Mogup 這是我們之前的工程師做的一個Mogup 那現在其實資訊還很需要排版 然後我們需要急需前端還有第三位工程師來幫我們一起完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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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